有客户在东芝210AC复印机上使用T-FC415芯片时 屏幕提示清洁时间到反馈是芯片的原因造成的 其实这个报错与芯片本身没有直接的关联 通常是骨架电解或LED打印头脏污导致 今天我们教大家如何解决这个小问题 第一步,我们打开碳粉盒前盖板 找到对应四个颜色的主充电电极清洁感 像这样,每个颜色位置来回推拉 重复三到四次左右确保清洁到位 第二步,将手指放入肺粉盒前端的凹槽中 然后向下按压顶端的卡扣 同时将肺粉盒向外拉出 取出肺粉盒后 我们向下按压墨粉盒底部的四个绿色控制杆 使它处于打开状态 第三步,在复印机前盖板内侧 取出LED打印头清洁器 依次对好四个颜色的清洁口位置 插入LED打印头清洁器来回推拉 每个颜色位置重复三到四次左右 清洁完成后 恢复四个绿色控制杆 装入肺粉盒 关好前盖门 最后在屏幕操作面板上点击完成按钮 屏幕左向角的提示已经没有了 是不是很简单 复印机芯片相关问题找进一把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将积极的帮你解决 随机转送给钱 随机板 哪更关于减�com